陳時中還要扮成一個偷窺狂 然後讓大家看到 作秀華而不實的一個政策 結果反而還被打臉 大家主要攻擊馬桶政策 為什麼呢 其他的政策你提不出問題來 黃珊珊 假設我陳某人當選民演也要參 那預算已經編好了 你在騙誰啊 你這個叫華眾取寵被打臉啊 目前蔣萬安是一個弱勢的隱先 如果藍營選民最後發現說 黃珊珊也能贏 那他就危險了 蔣萬安說 他拿圖位的給我看 你這個討拍嗎 還要我來教你怎麼當立委 國民黨有什麼事情都能決定嗎 都不能決定 所以從大選才是唯一的選舉 這縣市長在登一起前菜而已啊 大家好 歡迎收看鄉民大會 我是韓國瑜 韓國瑜又出現了 每次到選舉的時候 就會呼喚我的名字 但是我最近都在做公益 待會再跟大家好好聊 我先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要討論的 就是說距離年底啊 九合一的選舉啊 剩不到80天啊 剩不到80天呢 結果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啊 公佈了一個高雄市長的 這個候選人的民調 陳其邁呢 是以61.8% 大幅領先在野的這個 國民黨的柯智恩呢 17% 那麼看好度的部分呢 這陳其邁更是以74.6%呢 這個力壓柯智恩的6.3% 最重要的這個數據啊 我公佈啊 四年前啊 有投給我韓國瑜的高雄市民中間呢 有31.7%的選擇 支持陳其邁 那柯智恩呢 竟然這個支持度不到5成 我的老天兒啊 這差四年差這麼多 當初我可以說是藍綠都席捲了 不管五黨派什麼黨派的 綠的小黨通通投給我 因為我一杯礦泉水 一碗滷肉飯 整個席捲高雄 當然這個是要有議題的 也是看人的 好 那這個上個禮拜啊 這個雅虎的街頭訪問啊 就有人希望 我本人能夠再回高雄 再次的參選 這個綠營人士呢 也怕這個下 可能催生下一個寒流 所以說外界都關注後續啊 我跟柯智恩啊 是否有什麼交流 但是柯智恩會跟我請益 那柯智恩是說啊 現階段他要打出自己的政見 自己的品牌 那麼到十一月的時候呢 我再去開始輔選 好 我就講到這裡 我想到這個前幾天九三 九月三號 九三軍人節 因為我是當過兵的人 當然我當初曾經講過 要讓年輕人上職場 而非上戰場 當然啦 雖然我也知道這個 我們的國軍啊 如果真正必要的時候呢 絕對啊 各個啊是英勇奮戰 上戰場 消消滅敵人啊 但是我在這邊啊 還是誠心的希望 不要戰爭 維持和平 這才是大家的福氣 好 待會我再來慢慢跟大家來 討論一下 那我們趕快介紹特別來賓 第一位呢 是要選中山大同 這個中山大同市議員的 前美女主播 劉采薇 是 海市長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采薇 采薇這個 待會我再跟他詳聊 以前他是採訪我 他是記者 這個厲害了 第二位呢 也是要參選這個 大安文山市議員的口音歌 趙宜翔 韓善好 大家好 是是是 我剛剛看到他啊 我還跟他講說 你的臉啊 可以吃到藍營的票 這個就是很厲害啊 他雖然代表民進黨 但是我覺得 藍營的人 年輕人應該也會投給他 好 接下來介紹是我們 這個雅虎啊 最帥的政治評論員 黃偉翰 好 市長好 各位下面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偉翰 接下來介紹這個 一路以來從未停歇 一路停到底 停我本人了 輝文君的領袖 陳輝文 市長你好 如果把克萊爾 比喻為林志玲的話 那我就是訴諸啦 我是訴諸啦 為什麼藍營的人 看到口音歌會投票給他 你也好了 所以投票不能看外表啊 他是民進黨的 台北市議員候選人 他是 蔡總統的愛將啊 駐美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啊 藍營的人 如果你投票給趙一翔 我立刻把你開除啊 你還當什麼藍營 你見色妄有啊 你都投給趙一翔 你當時投給劉柴薇啊 你投給趙一翔幹什麼 劉柴薇才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劉柴薇在不同區啦 你達安文 達安文商你要投誰 達安文商要誰啊 中佩軍啊 我要投給中佩軍啊 投給中佩軍叫什麼 黃偉翰也是看外表的 中佩軍以前是模特兒啊 偉翰這個設命的 不可以設設 不要 達安文商 國民黨有誰 我待會想起來 我就不喜歡他 你一直提醒我幹什麼 我待會想起來 郭文貴我覺得還是投趙一翔啊 我想中了久就還是回到趙一翔 趙一翔 趙一翔 如果民進黨的人你投給趙一翔 我沒有意見啊 不過要投一點給減蘇培 因為減蘇培監督柯文哲很夠力 好不好 減蘇培是這個 這個聯霸的這個台北市議員 我們不能忘了 減蘇培經常在我們鄉民大會啊 是 對不對 女的投給趙一翔 民進黨男的投給減蘇培這樣 好不好 讓民進黨另外三個都落選這樣子 是這樣分配 好 謝謝輝文啊 這個輝文啊 講到選舉啊 他就很多的感觸啦 好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顏值擔當 是我們 克萊爾無法黨的黨主席 是鄉民女神克萊爾 市長好大家好我是Claire 林志玲 今天會輪格 但是妳不要嫁給日本人拜託 我不會 我不會 妳嫁給別人沒關係 不要嫁給日本人就好 好 我也希望我可以自己 把自己嫁出去 然後一開場呢 就有鄉民朋友們抖內了 謝謝優然的抖內 太好了 抖起來抖起來 我們缺金費 不是缺金費 就是希望大家抖內是一個心意 讓我們自己覺得說 很多鄉民 很多的民眾 關心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呢 也是啊 本著這個服務的社會的精神 有什麼題目 我們就來討論 討論出一條路 讓大家走下去 好 今天呢 我首先來問一下 彩薇啦 彩薇我首先恭喜妳啊 以前是妳採訪我嘛 現在換我採訪妳啊 先預祝妳高票當選啊 謝謝市長 那麼當然啦 這個 最近啊 陳時中是什麼 同時間啊 他去造訪了同志酒吧 然後呢 還這個 還拍了類似像電影熔爐的影片 然後呢 還宣傳了免治馬桶 這是不是有綁標的暗示啊 馬桶廠商的這個 政治獻金啊 會不會源源不斷的 注入陳時中的這個陣營啊 他們的選舉策略到底在想什麼啊 免治馬桶能夠搶到什麼票 頂多搶到劉德華 以前他抱過馬桶唱過一首歌 他搶到一票而已啊 是不是 妳可不可以幫我分析一下 其實你知道市長 我最近在上那個高公廁所的時候 我都會很害怕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害怕 不知道陳時中還是誰 會突然 爬在那個牆壁上面看我耶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也不懂 我想要問一下影響 我不懂這個策略啊 到底從同志酒吧 然後到這個像拍熔爐的這個影片嗎 到底是誰給他出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荒謬 因為同志酒吧我也想要講一下 當然我覺得他想要表達就是 他力挺同志嘛 但是他的那個整個動作 還有他那一天去拍了幾個照片 其實看起來只有兩個字啊 你就是在消費嘛 就是消費同志 好那我們講回來 剛剛其實市長有問到說 廁所到底是要搶誰的票 對 這個是 對 就是搶誰的票 選舉策略到底是 我覺得他其實 這個當然他要提升 廁所那是大家都有的共識嘛 但是我覺得 綁標也是個問題喔 他搞不好搶的就是那些 馬桶業者的票 但是說到廁所 他一直在強調說要換免治馬桶 但問題是 我們去上廁所 我們很急很急 才會去公共廁所嘛 那很急的時候 你去公共廁所 你在意的是什麼 但是可不可以用啊 但問題是現在很多台北市的廁所 他就是面臨到你走進去 你不能用耶 他根本 我覺得陳時中 根本沒有上過公共廁所 為什麼不能用 因為你進去 你可能沒有辦法沖水 然後還有的話 燈沒有亮 那最後你上完 你沒有辦法去洗手 所以這基本的清潔 基本的設備 其實你都還沒有去把它提升到 該有的標準的時候 你就說你要花大錢 要大撒幣去把它 全部都換成免治馬桶 我不懂這個到底在想什麼 當然你說 一個公共廁所 對於一座城市 它的形象 印象也好 都是會有提升的幫助 但最重點 我們去上公共廁所 我們最需要就是通風嘛 還有女生最在意的就是 隱私的問題 所以我也不懂 為什麼女生最在意一個隱私 公共廁所隱私的問題 然後陳時中還要扮成一個偷窺狂 然後去這樣看他 所以很顯然 他就是沒有上過公共廁所的人 而且其實之前在好龍斌市府的時期 就已經把台北市的公共廁所 全面提升過一次了 所以現在每個廁所裡面都會有 衛生紙就是好市長那時候做的提升 那現在陳時中說到的免治馬桶 他完全是不懂政策 為什麼呢 因為免治馬桶他之後不只是建造 他之後還要後續的處理 後續的一些維修 而且這個維修費用非常可觀的 我就講某一棟指標性的大樓 非常高的大樓 他們曾經也討論過 是不是要在整棟大樓都換成是免治馬桶 結果最後這個提案被否決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後續維修費用高到連一個私人企業 他都出不起啊 那你說台北市政府 到底要用哪來的錢 來出這一筆後續的維修費用呢 所以我覺得整個政策非常荒謬 他這個政策 他就只是想要讓大家討論 然後讓大家看到 作秀華而不實的一個政策 結果沒有想到作秀 結果作秀也沒有做好 反而還被打臉 是 這個彩虹也講到重點啊 其實我當初啊 在選高雄市的時候呢 我也是啊 我的政見走在前面 讓記者追著我的政見跑 每天訪問不完的政見 每天丟三個 看你記者要選哪一個 這民進黨有學到啦 你看看 我告訴各位啦 這個民進黨 這個什麼免治馬桶的這個政策啊 他已經就下架了嘛 他那個影片已經下架了 人家說偷虧嘛 會有陰影嘛 怎麼等等 他就馬上下架 他馬上就做給你看 他後天馬上有一個議題 蓋到前面了 你放心 民進黨一定這樣做 這個厲害的地方 而且我說實在 那個免治馬桶 大家有沒有考慮到一點 考慮到 免治馬桶是要插電的 所以說你整個通通要改電路啊 你要改插座啊 公共廁所哪來插座啊 所以說那個水電通通要改啊 問題是政策 這個他提出來了 大家就一直討論 他不會討論當中細的部分 可是我們就知道 對不對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市民啊 大家喜歡聽有政見 有想要改變的人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的話 所以說這個蔣萬安到現在 提出來政策好像 大家已經以為他消失了 沒有什麼政見 好這一點我來問一下這個口一哥 口一哥 這個我剛剛有講 你在大安文山 你會拿到藍營的票 這是我對你外表這樣 這樣的認定 當然這個 根據這個自由民 自由時報最新民調顯示 假設明天要選舉的話 民進黨陳時中支持度的 百分之三十一點三 國民黨的蔣萬安呢 百分之二十二點九二 那麼五黨籍的黃珊珊呢 百分之二十五點二 那尚未決定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八二 另外有百分之二點六的人巨打 你不要問我 當然 這個是有機構效應的產生 但是現在看來 台北市長殺喀多的情況之下 陳時中真的有機率啊 很高的機率可能會當選 但是最近 就像剛剛發生的這些事情 拍什麼熔爐的影片啊 宣傳免治馬桶 陳時中一連串媒體效 造勢的效應 會影響台北市的選情嗎 其實我就說 韓市長 我們要回過到 當時您在選市長的時候 是 我去查了一下 在同個時間點 您的民調當時落後成績嗎 2.6%欸 所以 在同個時間點 當時您的民調是落後的 但最後 您的開票就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說 這時間點的一個民調 應該都只是一個參考價值 我覺得最重要 任何參選都一樣 最重要 這時間點要好好提出政策 要去充斥一下 讓選民有感 就像剛剛韓市長有提到嘛 對不對 您當時選市長的時候 有愛奇摩天輪 對不對 有蘇爾辛格來到高雄 有迪士尼高雄 甚至於要去挖石油等等 這都是所謂當時 要蓋馬場 蓋馬場 這我都愛記得 這都是當時 您很認真提出來的政策 希望可以贏得選民的支持嘛 對不對 那當時每一個政策 幾乎都是被挑戰啦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這是決心啦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回過多多多江台北 陳志忠你看他其實提出了幾個政策 他提出了好多政策 到現在他已經從大巨蛋開始 到所謂的這個都更政策 到居住政策 現在當然免治馬桶是其中一環 但是其中也有青年政策等等等等 大家主要攻擊 這個馬桶政策 免治馬桶政策 為什麼呢 其他的政策 你提不出問題來 我相信其實藍藝要花很多時間 可能也可以直直點點提出問題來 但是你全部的全部火力 全部都集中 在所謂的免治馬桶政策 而反而你沒有認真去好好思考 這所謂的都市更新等等 我認為啦 我認為台北市的選戰 大家也沒有那麼笨 就大家其實都很聰明 理智看待這件事情 大家期待是什麼 你台北市可以帶出一個改變 你可以台北市 我們停頓了二十幾年 我們都市更新現在是 全國六都裡面做的最差勁了 我們建築年齡 平均年齡是最高的 我們居住品質相對是最差的等等 其實針對大體 大家來好好的辯論 我覺得這是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國民黨今天 講完願意說 你的都更政策 我認為你做的不是很好 你一二三四 我可以提出五六七八 提出更好的一個政策 把它加上去 大家來討論 我覺得這很好 你花這麼多時間 在討論他其中政策的一小環 一小部分 這所謂免治馬桶 我真的覺得你國民黨 花了這麼多心思在思考這件事情 不如好好去思考 台北市民到底 你希望看到的一個首讀是怎麼樣 所以我認為 這個時間點 如果講完願意提出政策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應該鼓勵的一件事情 我也呼籲講完團隊 其實劉彩衛一樣 大家不要花到時間去針對免治馬桶 免治馬桶大家都同意 這個其實是涉及到 剛您提到能不能用等等等等 這個當然是全部涵蓋在內 你沒有電 你燈光沒有亮 你免治馬桶自然不能用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涉及到是清潔 涉及到各種問題 都可以一併來解決 但是今天大家花時間 該花時間做的事情 是反而來討論都更政策 討論青年政策 討論到為什麼台北市270萬民 民眾已經掉到245萬 都外移了 外移了 84萬年輕人 跌到70萬年輕人 這才是大問題 這才值得大家關注啊 這個口譯歌也相當知道 這個選舉到底要怎麼打 我覺得這個政策 我要是講萬萬 我就直接提出來 民主廣場是不是 裡面是我阿公的這個銅像是不是 我當選 我第一個先把它移開 我告訴你 這個震撼彈下去 國民黨 大家都會說 你怎麼可以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你先丟 先丟議題再來慢慢處理 這叫做選舉的策略 你不丟議題 你自己在那邊慢慢的討論 討論不出什麼東西啊 你就針對民進黨提出來 他本來就是要把 蔣公的銅像移走嘛 你就再加碼嘛 我先移走 奇怪了 我再也 我看這個選舉的策略 我怎麼看得這麼清楚 反正當事人看得不大清楚 好了 偉翰 我要問你一下 揮文 這個台北市市長的選 選戰已經白熱化 五黨籍參選人黃珊珊 已經喊出當選後 第一件事情要拆除第一兵議館 引發討論 而且黃珊珊進一步表示 這個台北市政府已經編內的預算 明年一定會執行 這是 不是空話 這是正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是政策綁票嗎 綁樁嗎 如果這個政策落實的話 整個中山區的選情會變成怎麼樣 而且這對中山 北松山的蔣萬安是一個 拔妝的挑釁 那黃珊珊跟蔣萬安 直接到金門同鄉會 這個活動尬場 蔣萬安打出這個阿公白 會奏效嗎 徽委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 郭哥我覺得你舉這個例子實在是不好 因為之前蔣萬安就說要把 中山紀念館改名 改名叫做台灣建設紀念館 他一講說要改名 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就把他罵得狗血丁頭 改什麼名啊 為什麼要改名 中山紀念館這五個字 哪一個字是錯的 為什麼要改名 莫名其妙 那他是蔣萬安的真祖父 他的祖父是蔣經國 蔣中山是他真祖父 那為什麼要把你真祖父的銅像移走 為什麼 他做錯了什麼 你移走了民進黨就放過你嗎 不會啦 你就是把中山紀念館整個都拆了 整個都移平 包括那個堂體 那個很像廟的那個堂體 然後把這個銅像移走 甚至把他拆掉 民進黨還是不會放過你 還是會對蔣家窮追猛打的 這是之前在立法院 蘇貞昌反質詢蔣萬安 說從你祖父其實他講錯 這個真祖父 反攻大陸開始講起 蔣萬安就呆若目擊 你站在那邊給他罵 行政院長罵立法委員 你有看過這種的嗎 他就呆呆站在那邊給他罵 我也不曉得你為什麼要呆 你呆在那邊站在那邊給他罵 你一起叉叉嗎 你要反駁啊 你連你的真祖父你都不捍衛了 你會捍衛台北市民嗎 你看這個在宣偉會登記的時候 趙義祥那天陳時中登記 陳時中登記那天你有沒有去 有 你看 在信義區的那個行政中心 來導播給我幾秒鐘我找一下 他有去啊 那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滿滿滿的 在這裡 這裡面有一個是趙義祥 不曉得是哪一個 反正他就在裡面就對了 某某地點 他有在裡面 那這個 你有看到劉彩威嗎 劉彩威有在裡面嗎 沒有啊 因為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是通知市議員 連任的跟新人 像劉彩威就是新人 不能去啊 你們不要去 因為蔣萬安要派他自己的青年軍跟他去 所以不像陳時中 這個黃珊珊也是民眾黨一堆 陳時中的趙義祥就在裡面 他不會照顧自己的同志啊 母雞不帶小雞 他的真祖父被罵 他也不去捍衛 那你覺得他會對台北市民 有什麼那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剛剛這個郭哥當然是 信手撈來的例子 我是覺得不好 你如果 如果蔣萬安照你講這個例子 我跟你講蔣萬安絕對會輸 因為藍的才不會投給你 你嘛好了 你這個立場都不對 這個是剛剛 韋翰這個舉例的例子 你看這個 自己莫名其妙啊 然後說叫革新 革新什麼啊 為什麼台北市議員是革新 他就是賣臉啦 所以這個就是吸引諸葛票 我們選舉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也同意剛剛郭哥講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克萊爾去參選 隨便選就上了 對不對 那個顏值擔當 一看喔克萊爾 當然他本名不叫克萊爾 就是說他看到這個大頭貼 他就當選了 因為我們的選民是很膚淺的嘛 選舉是看外表的 所以我跟黃偉翰選喔 如果我們兩個一對一選喔 還沒選我就先讓他20%啦 不過陳惠文你長得像素朱 你也在選 我跟趙偉翔我也沒辦法選啊 人家年輕 英文又好 對不對 我跟趙偉翔 導播給我跟趙偉翔一個雙框 我們兩個怎麼選 對不對 你一開始民調你要讓我15% 我就怎麼選 所以我跟你講選舉很不公平啦 所以你看像中平均這種 我剛剛水水啊我就革新 為什麼台北市議員要革新 你選市長啊 台北市議員是革新什麼 台北市議員要質詢啦 你四年了 你是連任的 你在四年 你在台北市議員你質詢了什麼 你什麼叫革新 你又不是行政官員 你革新什麼 我們不對題啊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有2萬多個候選人 那剛剛要回答郭哥剛剛丟問題 一兵 一兵的預算喔 這個喔 劉彩威跟趙偉翔都還沒當過 黃偉翰跑了20年的政治新聞 黃偉翰就很清楚 他預算早就編好了 明年就要拆了啦 黃珊珊 假設我陳某人當選 明年也要拆 那預算已經編好了 你在騙誰啊 預算編好了 明年就算是蔣萬安當選 或是陳時中當選 誰當選都得拆啦 因為二兵 一兵那個以前 一兵也有在火化 一兵火化那個通通移到二兵去了 你是做什麼護旗長 你這個叫華眾取寵被打臉啊 你應該發揮的是 我跟你講啦 我講句實在話 陳時中對市政不熟 蔣萬安也不熟 最熟悉台北的應該是黃珊珊 黃珊珊你的優點根本沒發揮啊 你會被棄保的 就像梁文傑上禮拜在我們節目講的 陳時中當選機率是50% 蔣萬安當選機率是50% 黃珊珊你是0%啊 你是一直到你現在是捏堅的那些 因為民進黨是故意 有意無意的在幫黃珊珊 因為他不能讓黃珊珊垮掉嘛 所以他一直把黃珊珊Hold住 Hold到11月 等到選舉選黃珊珊自動就被棄保 因為他的民調還是最後一名 他自然就不見 他自然就是被邊緣化 他才是惡贏惡惡的姚文治 黃珊珊就是姚文治 黃珊珊大概就是10幾% 民眾黨 親民黨的那些 那些殘民票票黃珊珊是贏不了的 因為你背著柯文哲的爛攤子 我舉個例子當我的結論 買一台電視2萬 台北市政府辦那個城市博覽會租 用租的租4萬 你有看過這麼蠢的事情嗎 買一台2萬 他去租4萬 你選這種市府團隊喔 你就買就好了 你可以買兩台啊 4萬不是可以買兩台嗎 你不去買 你如果我租完 租完之後你那個博覽會用完 你要還給人家的 你花4萬 比較有這麼說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就做得出來啊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 我這樣比較大膽啦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 黃珊珊這個三卡都 是因為我們大家閒的沒事 需要談資啊 談資就是談話的資料 其實沒什麼好談的啦 不是陳時中當選 就是蔣萬安當選啦 沒有什麼三卡都了啦 好不好 謝謝國哥謝謝 這個輝文講的是實在話 選戰到最後 就是藍綠陣營各自歸隊 這沒有什麼好想 很難像當初韓流這樣 老幼婦孺啊 攜手過馬路 然後參加我的這個選舉晚會 大家都自動自發 覺得說韓國瑜到底能夠怎麼樣幫高雄來翻轉 我當初我的這個演講真的是打動人心啊 我說啊 民進黨是你們阿爸嗎 你們一定要投給民進黨嗎 對不對 讓我做做看嘛 當然這個是 是當時啦 現在已經結果是這樣 這個輝文講的是真的 政黨各自靠邊站 最後誰被棄保 大家可想而知 好那韓漢 韓漢我要問你啊 就是說 現在 這個 這次的選舉我覺得蠻妙的 好像是論文抄襲 然後被打槍的這種 這種選戰 你看 國民黨現在開除中東景的黨籍 那民進黨呢 要開除鄭寶欽的黨籍 那蔡世英的論文呢 被時代力量質疑 林根仁的論文呢 也被民進黨挑戰 就連這個張善政的宏記研究計畫 都能夠被說字抄襲 現在各黨好像有各黨的隱憂 那美麗島電子報的這個董事長 吳子嘉斷令 哎呀我先告訴你嘛 他好像這樣斷言 那這個 但是最近從蔡總統的這個行跡 行程來看 守住台北市好像變成不可輸的這個責任了 你怎麼分析 好這個 剛剛市長丟了一堆問題來跟大家講 其實你可以看時事 你就知道說選舉的變化 那今天 剛剛市長一開始講說不到八十年 其實還有啦 八十一年 八十一天 八十一天 來 那八十一天變化還很多 剛剛輝文哥是舉出的就是 他認為一兵那個 輝文哥講的是硬道理 一兵那個是早就 你去查齁 2014年 連勝文跟柯文哲選項說 就已經在講一筆要簽了啦 對 八年就跟你講了啦 所以大家知道 但是呢 他會跟你講說 欸 那如果我黃三沒有連任的話 不是連任 如果我沒有當選項 說不定陳時中他就不簽了啊 不一定啊 所以 我要去跟大家講 我現在直接用這個 就是 這個 好感度調查 你就可以知道說 又來了 但是會配合輝文哥的 會配合輝文哥的 會配合輝文哥 輝文哥認為說 千里一兵是假講的 對不對 可是呢 假講的這件事情 有效 每一個人都選美說 哇 我是這個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比利時小姐 我是以色列小姐 以色列小姐 Gelgardo有沒有 那個是立民超人 World Peace 每一個都世界和平 沒有講世界和平 小姐好不好 所以呢 雖然一兵這個東西 是假講的 可是會配合輝文哥 一兵這個事情 讓黃三三的民調上 就是好感度上來了 他從8月28宣布以後 一度有在高點 之後就一路從9月1號以後 他就一路超車 都是墊底 輸給陳時中也輸給 我現在講的 這是好感度 就是網路上面 第一個討論的多不多 第二個討論的正面或負面 正面很多 負面很少 他就高 如果說討論很多 但是負面多的話 就會掉下去 那我今天用三個來 台北市來跟大家講 負面的意思是跟阿扁一樣 就是台北市只有兩卡都 只有陳時中跟蔣萬惠當選 黃三三應該就是不會贏 對不對 那阿扁是這樣講 阿扁是這樣講 對 好 那但是現在黃三三他要證明他的存在 我先用第四個來告訴大家 來 大根你看一下 在這裡 黃三三一路低對不對 他就在說他要把一兵 給遷移的這一天 他後來第二天他就上來了 還是有用 因為台北市很多人不知道啊 台北市中山大同的市議員參選人 劉采薇舉手 他知道 因為他在現場 他是那個區的議員 但是其他區的人搞不清楚啊 就像我們現在看我們鄉民大會很多人 台北市民都還不知道 一兵要簽了 那怎麼辦 都在二兵 然後包含那個火化都在二兵 一兵就直接簽開 那一兵簽開要做什麼 現在看起來要做公園 重點不再簽一兵 輝永哥講的重要 三個候選人都出來比一比 到底要做什麼 那剛剛輝永哥不想提的楊子斗 他說要做台北102 我說什麼叫台北102 他說另外一個台北102 好啦 突發奇想 天馬行空 所以呢 黃珊珊講了一個 市府 市政 議員 立委 都清楚的那一件事 但是有效 民眾就把他的好感度跟討論度 大家都說 喔 黃珊珊會做事 你看他就上來了 對不對 他就上來了 這是黃珊珊他所提到的 要把一兵簽移 第二個 偷窺風波有沒有影響 有 9月3號這一天 陳時中提 那一天他報導很多 而且前半天還沒有什麼批評 所以他那天的聲量 突然從書變贏 9月3號有沒有 可是呢 9月3號是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整個就把布了 禮拜天就完全掉下去了 可是呢 他在道歉之後 因為他這天道歉了兩三次嘛 昨天又回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變化很快的 再強調一次喔 這叫網路的溫度計 他反映出時事 但不等於最後投票結果啦 那第三個就是蔣萬安 蔣萬安一直都維持領先 可是他是個弱勢的領先 沒有很強 就多一點點而已 而且呢 現在目前就夾在中間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箭頭是陳時中啦 從9月3號掉下去 到9月4號就要上來 這是台北市 另外桃園的話呢 剛剛講到的就是洪基事件嘛 剛剛市長問我洪基跟論文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有影響 這個反應非常直接 你去看那個基隆也是一樣的喔 洪基事件 論文會事件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原本張山正在這裡 一路掉下來以後 就都是第三名 都是第四名 對不起 不是第三名 第四名喔 他的網路聲量跟網路 都一路輸給了 鄭運鵬 鄭文 鄭寶欽跟那個賴香妮他都輸喔 所以洪基農委會事件 雖然 張山正有講說 我拿一毛錢我就退選 可是 在形象上面 在網路討論上面 他的好感度是向下降的 這個必須要了解 他怎麼去處理這事情 這是他的首要課題 另外一個就是鄭寶欽 鄭寶欽我的評估是 要贏很難 就跟那個剛剛那個 會員哥講 台北市黃山屬於一個 有存在感的第三者或第四者 可是如果你連存在感都沒有 那就不用討論你了 那鄭寶欽以目前他宣布參選 好 八月二十七到現在來看的話 鄭寶欽的存在感是在的喔 你看他一路都是 他在網路上面至少有人討論喔 至少他的好感度是 比另外三個人還高的喔 所以我這邊寫不是鄭寶欽多強 而是維持存在感 好 那林跟仁很簡單喔 這一看都知道了 林跟仁在路人風波出來以後 立刻就是寫風式的這個 直接掉下來了 林跟仁現在就被人家質疑就是 你的論文是不是出問題 今年是個論文 怎麼講 就是檢視年 所有的參選人 現在大家想說 算了 我還是用這個 大學學歷去選就好了 我的論文就不要寫出來 免得大家就看我的論文啦 即使我有碩士學歷 我不要寫上去了啦 好麻煩喔 每個人都要請藏我的論文 要跑那個什麼快刀軟體喔 但是這也就證明了一件事 就台灣的官場文化長期以來就是 官大學問大 那學問大官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那個 能夠學歷高一點 所以呢 有時候他那個取得碩士的過程 或許跟一般你想像 學生取得碩士不太一樣 我已經再指了 我就取得碩士 你真的能不能認真念嗎 你真的是都一字一句寫出來的嗎 你的論文你自己可以presentation嗎 如果不行 說實在的我們就不要再 就退回大家 純真就好嘛 是就是不是都不是 如果你學歷沒有那麼高 就不要騙人家你學歷那麼高 就要檢視就是我們是不是要把那個 職場取得碩士學位那個過程 跟學生取得碩士學位 確實它的嚴格程度 拘謹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種狀況之下說 民眾願意接受 不願意接受 我們以後就是用同等序 那當然啦 因為這幾年 整個大專院校研究所也好 少子化的問題喔 常常招生都招不到 所以好不容易有人來念 那段都很歡迎啦 尤其社會人士對不對 還可以捐款 所以呢都很歡迎的情況之下以後 顯然這幾年 論文的那個考教非常的不嚴謹 所以才會造成這麼多的問題 沒有芬蘭綠白 都是一樣的 所以論文也好 這個紅旗事件也好 或者是那個偷窺事件 偷窺事件網路上很多人在講啦 我做一個小小的評論 有人說好像是故意的啦 不知道輝瑩哥有沒有聽過說 故意不能夠讓陳時中太強啊 陳時中太強黃山就沒了 就是要讓陳時中不要太強 黃山再維持出20幾% 不要讓他掉下20% 那最後黃山 20幾%的黃山 才能夠拉倒蔣萬安 那當然我覺得 以偷窺事件 跟那個去夜店以後填耳那個事情 我覺得 在中間選民這塊 其實並不是很正面的 就是說 有點太草率了 你當然可以推出 這個比較 比較輕鬆 或是比較花俏的政見 然後跟年輕人拉圈距離 可是偷窺這個事情 他不是大眾 那現在是選市長喔 現在不是選議員8%喔 是選市長 他一定要是更多人啊 那看到那個偷窺以後反感的人居多 有沒有人叫好的 好像也有啦 但是是少數 那怎麼可能去追求少數呢 你民進黨的政策 根本你不用特殊政見 你只要講說我是民進黨的 阿中他都投給你啦 對那你去幹嘛呢 你反而就35%了 那你為什麼不再去追求中間選民呢 所以我不覺得啦 就網路上有人在陰謀論說 阿中是故意也好 就他的團隊故意要搞湊他的 那讓他不要太強 這樣子的黃山才能 一路維持到最後以後 然後再一次棋牌到黃山山 我覺得 雖然灰文哥跟阿扁都認為黃山山沒有存在感 可是我覺得因為 蔣萬安他是個弱勢的領先 藍營的選民 如果就像灰文哥講的 說不定 蔣萬安會聽市長的建議啊 他說我把蔣公英像 同向移軸 你不要聽郭哥講 不是啦 我說蔣萬安如果同意 蔣萬安如果同意呢 哪裡痛打哪裡啊 痛你的頭啦 你打看看 他如果這樣做的話啦 就是說灰文哥還有81天 如果深藍選民最後決定就是 我不要讓陳時中當選 但我只能兩個選一個嘛 所以其實蔣萬安他是一個 比較脆弱的領先喔 他沒有很強勢喔 他現在是領先 我也講嘛 如果明天投票的話 我蔣萬安是會贏的 可是還有81天 目前蔣萬安是一個弱勢的領先 如果藍營選民最後發現說 黃山山也能贏 而蔣萬安可能不會贏的時候呢 那他就危險了 所以撒喀都的形勢我覺得還是在 並沒有到黃山 完全沒有機會選上 那因為 柯文哲在台北市 就是討厭他的人非常多 可是呢他的支持者也不少 他也有大概30幾%的支持者 當然他有一些民進黨灌過來 這次會回到陳時中去了 可是陳時中呢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他有很多東西是出乎大家意料的 他的市政的那個嚴謹度不夠 所以這種時候就會有一些選民 他可能跑掉 他未必投給蔣萬安跟黃山 可是他可能不投票了 所以他有沒有36%大對起跳基本盤的話 也是一個質疑 這時候我們後世再來看這個 台北市的選情 所以這個包括蔡總統最近的行程 好像是要守住這個台北市 那個市長我補充一句我忘記講 所以呢現在目前民進黨很清楚的就是 嘉義縣 台南市高雄市跟屏東縣 想輸都難 所以這四個 那上次呢是六都 對不起是六個縣市 因為上次高雄是韓國瑜贏的 但是這個另外還有這個就是基隆跟新竹跟桃園 可是這次基隆新竹跟桃園 好像未必一定都贏 所以他反而現在看起來民進黨 期望放在台北市比桃園更高 桃園或許不會贏 但是只要台北市贏了 那麼對蔡總統 因為他是主席嘛來講 我上一次選舉六都我只選了兩都 桃園跟台南 高雄是輸給韓國瑜的 這一次如果高雄跟台南贏下來 台北又贏的話那就是三都 六都選三都比上次成績更好 蔡英文的主席就不會被比下來了 好不好 那另外同樣的就是朱立倫也是一樣 上次國民黨是只有台中跟新北 這次只要多一個 比如說桃園張山正 如果他贏了 那這樣的話上次朱立倫會講說 六都要過半了 我達標啦 各位同志 他就繼續會當到2024 好不好 所以朱立倫跟蔡英文 現在目前看的都是六都要過半 其他的就會放水流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韋翰的這個分析 大家這個 還沒考慮到我了 我可能10月開始 輔選行程 大家要注意 國民黨 不是沒有韓國瑜 只是韓國瑜 現在都在做公益 這個輝文 這個一路挺我 我這個很感謝他 這個不能一直做公益 要投入這個選戰 這個 郭哥 這個我們要把話講清楚 你說你要去做公益 你就專心做公益 你就不要出來輔選了 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想要蹭你 好像那個圈圈跟XX 我不要影響人家選情 我就不點名 因為剛剛韋翰講 因為你如果針對那個議員有沒有 像你去幫劉采薇 對他來講就有幫忙 因為他並不需要過半 他大概5% 6%他就當選了 市議員是這樣 那個趙宜祥也是這樣 他不用到十幾% 他到六七%他就當選了 所以你去站台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可是你去站台整個焦點就模糊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拜託市長 你剩下這八十一天 你就繼續做公益好了 好不好 你千萬不要出來 好 那有想要蹭韓國瑜的那些市議員候選人 我祝你們落選 好不好 莫名其妙 你都做公益 你都寫書了 你就做公益的 你就不要再管這些事情了啦 對不對 幸好我沒這問題 我沒有要蹭韓國瑜 韓市長沒有必要為我當選 我們可以請市長來跟我們一起做公益 那評審你會找那個蔡總統幫你站台嗎 這個 好 那這個大家意見我會廣為收 還有八十一天 我最後再來做考量 謝謝輝文 謝謝輝文 好那現在鄉民很多意見要表達 我們請克萊爾幫我們來講一下 好沒有問題 感謝家豪章的斗內 他說台北選民 台北市的選民 不會只看藍綠去投民進黨的韓國瑜 或者是國民黨的公子哥啦 選賢與能的 然後感謝優然的斗內 他說阿中部長找焦糖當空軍就掛了 焦糖哥哥的強項是什麼 是幼幼胎帶小朋友啦 然後呢感謝賈記的斗內 他說欲祝克萊爾中秋節快樂 哇這禮拜就是中秋節了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然後謝謝JP燒的斗內 他說感謝蔡英文把陳時中帶給我們 讓我們看到掌握權力的貪婪 無賴可怕的程度 以及一些人為護航硬拗的嘴臉 然後感謝賈記再次斗內 他說應該要提升民眾素質 提高公測的清潔品質 有一些公測是敦式馬桶 那敦式馬桶無法安裝免制馬桶座 免制馬桶座要安裝了才有用 一個人上廁所沒有衛生紙 拿個免制馬桶座給他 他還要自己裝一點幫助都沒有 最後欲祝克萊爾女神和現場的來賓 中秋節快樂 然後謝謝還好老牛我夠壯的斗內 他說阿中部長這個設計廣告的人 根本是邏輯死亡 像我這種正常人看到公測 隔板上面有個老頭在偷看我上廁所 絕對是一拳打爆他的呀 與其關於這種爛宣傳 不如多關心克萊爾的寫真書 什麼時候開放預購 免得到時候搶不到 謝謝 這個重點 我們的寫真書大概10月 希望10月就可以開放預購 到時候請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謝謝 報表 謝謝於鄉村的斗內 他說阿中部長應該要先解釋 他如果當選 所有的公文會不會都變成機密呢 這個好啊 這個打他議題 這打得非常準確啊 然後謝謝ChiChi的斗內 謝謝辛樂 斗內三次喔 他說滿嘴跑火車 講話比較有贊責耶 輝文哥好好伺候一下 口譯哥耶 不用給他吃太好啊 好 感謝感謝 然後謝謝余芳的斗內 他說輝漢兄弟加油加油 余芳 那是黃偉漢的管理員 黃美華啦 那麼多名字你騙誰啊你 黃偉漢的人啊 他的斗內不要念了 不要念黃偉漢的人 他說最近那個很多冒牌評論員 政治人物假帳號 假冒偉漢哥 黃偉漢有一些用名字的 對 所以大家要認證喔 YouTube有勾勾認證的 有勾勾符號的 才是黃偉漢 偉漢哥的本人喔 你看 這幫黃偉漢澄清 你來這頭 你不要念你要念阿 要不然就要看到本人 偉漢這麼忙 他還可以跑到谷關廟去參拜 我也覺得太厲害了 但是他有本人的相片 這個真的就是他本人 這沒有問題 然後謝謝佳安黃的斗內 他說民進黨 民進黨已經沒有資格說 國民黨都是權貴了 一堆人破格就任特權爭議 然後謝謝帥強強 Alan Lee的斗內 他說 時鐘廣告惹爭議 變態偷窺當有趣 回憶當年寒流起 才是親民有創意 選舉緊張又焦慮 建議買本寫真集 欣賞美麗烏耀西 讓你擁有好情緒 謝謝你的打油詩 這個我感覺好像是 柯萊爾自己寫的 寫得不錯 寫得不錯 謝謝 然後謝謝琉球皇帝的斗內 他說我是大陸網民 怎麼台灣選舉和美國一樣 平時人才挺多的 一到選舉的時候 有戰鬥力的人才都跑光了 好 留言結束 謝謝 謝謝 我回答 回答這位最後這個 你號稱你是這個 大陸網民 我告訴你選舉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民進黨 他們現在是利益分商的團體 所以說你有志青年 你想在民進黨 執政的團隊裡面想出頭天 那是以前的事啊 你現在跟我出頭什麼天 大家在利益分配 還在擔心說 怕這個大選選得不好 馬上就要解散了 所以說好的人才 這時候出來不了 因為大家會排擠 那國民黨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國民黨裡面的人會覺得說 有些人如果上位的話呢 我可能分不到利益 所以說裡面呢 這整個黨派 派系裡面 太多人想要這個 想要搞這些有的沒有了 這就是台灣的政治啊 其實不要說台灣啦 大陸一樣 只是你們是一黨 這沒有辦法 你們當哪時候呢 自由民主的時候呢 你就知道 自由民主的可貴 而不是你們想像的 一黨獨大 這種聲音才會出來 好 那我們來趕快討論下一個題目 下一個題目就是有關於這個 病情啊 這個疫情啊 那才會 新冠變種病毒啊 這個BA5啊來勢洶洶 那衛福部日前啊 才通過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緊急使用授權 但是沒有買到真正能夠對抗BA5的疫苗 引發外界質疑說BA4BA5 早就在好幾個月前 國際上就已經有案例了 可是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指揮中心為什麼 沒有買到這些 次次代對付BA5 BA4的疫苗 是不是都比人家慢半拍啊 慢半拍不是早就是 我們全台灣國人 對於指揮中心的一個代名詞了嗎 超前部署現在不是 全中華民國最大的笑話了嗎 而且我覺得指揮中心 他真的是非常可惡 因為我們在問就是 BA5的這個 現在這個疫苗 到底能不能來對抗BA5 這個新型的變種病毒 他們怎麼說 他說應該可以 什麼叫應該可以啊 這是攸關國人生命 所以我劉采薇打了應該有效 他照理想打了應該沒有效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講清楚 那時候還講要慢半拍 我覺得如果你是慢半拍 你不懂整個防疫政策的問題的話 OK換人做就可以 可是顯然從這幾次的例子 不管是口罩啊 疫苗啊 快篩啊 還有口服藥劑啊 一些藥劑啊等等 顯然不是換人做的問題了嗎 就是你這個執政黨 你這個指揮中心 根本就是用政治利益 用政治的紅利來考量整個防疫的政策 也就是政治優於防疫 所以不是慢半拍 不是太呆慢 而是太壞 如果是慢半拍喔 你說他笨就算了 他不是 他是裝笨 他是太壞 如果不是政治優先於防疫考量的話 否則一開始怎麼會呼籲大家不要戴口罩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馬英九戴口罩 他們還說馬英九都在製造大家恐慌啊 大家不用戴口罩 只有醫護人員需要戴口罩 好然後再來的話 疫苗買不到 BNT他們說什麼 抹黑BNT說是在中國大陸製作分裝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兩個原因嘛 一個就是要賺取政治紅利 要激起大家的反中情緒 第二個 台灣沒有足夠的國際疫苗 大家怎麼辦 打不到疫苗怎麼辦 只能去打高端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 我們的疫苗採購價不敢公開 而且要封存30年 這也是一個很可笑的事實啊 哪一個國家 日本美國沒有公開疫苗採購價格的 他們都說啊 美國日本不是我們最親密的戰友嗎 那怎麼不隨隨他們 把疫苗採購價格公開來說 所以說到底 就是整個指揮中心大權在握 然後把政治優於防疫考量 損失的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國人的性命財產損失 這個彩薇也是有講到重點 但是 我就說 用一般人的腦袋瓜去想事情就好了 你這個 世界上有些什麼樣變種病毒出現的時候 你就那個時候 你就應該去訂購這樣對抗的疫苗 不管他有沒有研發出來 你有訂 比如說你有訂 然後已經也先過來 反而國內疫情沒有爆發 像這樣的程度 可是你買到這樣的疫苗 這樣的疫苗 我相信民眾也會覺得說 執政中心 這個政府有在做事嘛 而不是說 到了國內爆發了 然後大家才在那邊說 怎麼辦怎麼辦都沒有買到 所謂的超前部署是這樣部署的 一般人的腦袋瓜去想這個問題就好了 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誰對誰錯 那問一下這個 影響 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為了要兼顧跟國際接軌 防疫工作 跟促進社會經濟活動需要 自今年的9月12號開始 恢復實施 美國、加拿大、紐約 紐西蘭、澳洲、歐洲 跟邦交國國民入境免簽證的待遇 那麼全球邊境逐漸鬆綁 台灣的邊境開放速度相對的緩慢 那麼僑界最近也發生 希望對於邊境開放可以有進一步的討論 那你覺得台灣的開放腳步是不是 因為我們年底要選舉 而有所忌憚 其實市長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我們邊境早就開放了 甚至我們這節目可能很難錄影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人都在日本玩 因為平均我們其實在疫情前 我們大概一年有大概15百萬人旅客 是去日本的嘛對不對 那我相信這幾年來 很多人是要搶的去日本 尤其像Claire可能有寫真集 或者有這粉絲見面會等等 我們這節目可能就很難錄製了 所以因此我們還在這裡 就代表說 現在的邊境的政策 應該是一個穩健的處理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樣 其實我有聽過 包括什麼 包括很多人說 哎呀你選舉 是關鍵因素 導致你邊境要封到 11月26號 這個說法也有啊 對不對 那現在也有冒出這個說法 說你現在開放也是為了選舉 我想最終其實我覺得都不是事實 最主要是什麼 你看這一次 我想選舉 對不起我想這個疫情的部分 邊境的管制的部分 他真的是按部就班的人在進行 包括第一步是什麼 提升這個美洲可以入台的這個旅客量 再來呢 降低我們所謂的隔離的部分 第三呢 現在有可能會朝向這個零加期 包括現在其實也有這開放的免簽國家 那開放免簽國家 最主要是互惠的原則 就是說其他國家 讓我們這樣子所謂的免簽進入 我們就一樣讓他們免簽進來台灣 所以是互惠的方式在進行 可是最主要我覺得 剛剛曹薇提到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政治零架 這個疫情 我覺得其實聽了有點諷刺 為什麼呢 我是必須強調 今天剛剛提到 日本跟美國所謂的公佈的疫苗單價 這不是事實 其他公開網站去查 網路上新聞也去查 日本的網站也可以去查 現在其實網友在看Yahoo TV 也可以輕鬆的上網 我說話絕對是有憑有據的 日本跟韓國公佈的是所謂的 平均單價 而並不是說個別疫苗的這個重量的一個單價 也就是說什麼 日本公佈的就是我整體編列的多少預算 多少預算的去買了幾劑 這個是日本政府公佈的部分 美國政府也是差不多如此 那所以台灣其實衛福部也是做類似的一個公佈 日本也好 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我們也好 都沒有辦法去公佈真的合約內容的原因 就是因為合約的其中 就是有所謂的保護條例 就是所謂的不能讓這個合約去公開 因為怕 如果是我的話 我當然會也是希望他公開 但事實上就是這一次的藥商 其實是賺保賺夠 對不對 因為他跟各國都是所謂的賣的價格都不一樣 我像你非洲我賣的價格比較便宜 因為你的採購能力比較低 我像你歐洲 我像你美國 可能採購的價格就不一樣 所以因此他每一個合約都不同的價格 那萬一每一個國家出來比較的話 大家會不爽對不對 我也可以理解啊 所以當時這個藥商 就是所謂要求不同的國家 去簽訂這樣子的一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公不公平 我覺得這個可以公開的來討論 這可以公正的討論 現在我們就是很怕說 這個藥商跟民進黨有關係 所以我就說 但是當時政府為了確保疫苗 為什麼要確定給那些藥商買的 其實當時買的有什麼 當時買的有AZ嘛 對不對 當時買的其實也有這個 所謂的Moderna 那現在也有Novovax 也有BNT 那BNT部分 大部分是這個所謂的跟 這個磁劑啊 等機構所謂的引進的 但是我最主要是說 政府不是只有買一個 你如果去買一個的話 那大家可以理解說 你為什麼只有買那個 政府是幾乎所有都買 那當時BNT的狀況 是因為當時跟BNT去採購 BNT說 原本是說他們 總共是願意跟我們簽署 後來是說 必須要跟上海的代理商 那上海代理商 其實會涉及到 我們相關國內的一個法令 所以必須有這個狀況 就是說政府是不是能直接做採購 或者是要透過第三方採購 這個必須要去釐清 所以不是說政府只有買一個疫苗 一個疫苗的單價 現在大家去質疑 政府買是包括AZ 包括Moderna 包括就是有這個所謂的高端 包括下有Novovax等等等等 這個才是一個我覺得 比較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我就說 其實今天大家要求公佈疫苗單價 我覺得是可以的 是合理的 因為今天大家都想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大家也必須尊重 今天政府有一個公信力在 中華民國政府 跟其他廠商簽的合約 如果保密條例的話 你不得要求他公開嘛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就這個你做的話 是賞失到國家的公信力 那我問你那未來疫情來 哪一個廠商願意跟你中華民國政府去簽署 這樣子的合約 喔 這是口藝哥的解釋 輝文已經在那邊笑半天了 輝文你聽完這個口藝哥 你有沒有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想要 想要 想要對質啊 或者怎麼樣呢 對質沒有啦 沒有沒有 不敢不敢 那我就問你喔 這個對於中天啊 這個被關台的立場 我們是一致的嘛 那雖然你 就我剛剛講了 你不希望我做公益 但是我說 到最後我才知道 我到底我的重責大任是在放在哪裡 那 曹新成啊之前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拒絕中天 這個回答 還說中天是匪台 那昨天 中天董事長跟記者到台北地檢署按鈴 說要告曹新成妨害名譽 還說要求求償5億元 那曹新成的回應 等到中天敗訴 就反告中天啊 求償50億元 捐出來啊 當做這個強化國防 那這場媒體跟財閥的鬥爭 對台灣是健康的嗎 這個 韓市長是這樣 我本來是 期待 你選台北市長 你選台北市長齁 民進黨就不會派陳時中 因為 如果你選台北市長 民進黨還是派陳時中 陳時中會直接被你撵過去 他會派更強的人出來 這樣你了解齁 那如果你不想選 我本來是希望趙少康選台北市長 但是你們兩個都不要 趙少康要選總統 那你說你要去做公益 所以韓市長我的意思說 你如果要做公益 你要專心做公益 你不要這邊 左手做公益 右邊又去幫人家服選 那你到底是 那你要嘛你就付出 你就選台北市 然後呢 把你在高雄受到的屈辱 一次把他撥亂反正 因為你在高雄是被抹黑的 是被那個WeCare栽贓的 你的高雄市政府團隊拉到台北來 其實是很好的機會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你選擇做公益 你就繼續做公益 我要把話講清楚 那你剛剛提到說那個 那個Yahoo的訪問 其實我是被騙 他那個標題下 有人希望你出來選 我把那影片看完 只有一個人叫你出來選 所以我譴責Yahoo的那個小編 你那個是騙流量 這個不行 他那個節目叫風向台灣 他訪問了這個人 這個民眾我也不知道是誰 他說台北市的這個場館 大多是戶外的 剛好我們有兩個市議員候選人 他認為台北市需要室內的運動場所 這個台北市民 我也不知道是誰 這個是內湖 這個是南港 那這個Vincent你在大安文山 文山區有沒有運動中心 有 有啊 在新隆路嘛 新隆路是文山區的 對對對 那那個劉彩薇 有啊 中山大同各一個啊 你看嘛 台北市有12個行政區 每一個行政區都有運動中心啊 馬英九做的 馬英九做的三個 奇怪這個就有名字叫廖先生 他說 他就問他說 你台北要趕走 他說因為我家裡常常淹水啊 他說他住內湖常常淹水 黃偉翰你露新聞啊 內湖有常常淹水喔 我還特別去問了高嘉瑜跟游淑慧 說內湖有常常淹水 我以前就住內湖啊 內湖有常常淹水喔 你說這種街坊的意義在哪裡 內湖有個地方叫東湖啦 比較靠南港那個東湖 那邊是人比較多 那個巷子比較小 那邊如果下大雨的話就會積水 但是沒有到常常淹水啦 常常淹水 常常淹水 如果內湖常常淹水 那柯文哲跟黃珊珊就要打屁股啦 柯文哲做了八年市長 結果內湖常常淹水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所以你說這種街坊喔 我是覺得這個大可不必 那我來回應剛剛郭哥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中天告曹新城喔 這官司是不會贏的 然後曹新城要告中天誤告 這官司也不會贏啦 所以這個就是互相口角告來告去 但我覺得曹新城那個風度是不好的 曹新城之前還接受韋翰的專訪 所以待會這題我們來問韋翰 你莫名其妙嘛 他是先把大陸的清零政策罵了一頓 然後中天的記者是拿曹新城的話去 去抓啦 說你大陸清零你批評那陳時中之前也清零 你是不是在批評陳時中 曹新城答不出來 因為現場一百多個記者 他面子老臉掛不住啊 他就知道把中天通罵一頓 這個來龍去脈是這樣子啊 那個記者會曹新城穿的防彈背心 跟去韋翰專訪一樣 他是要去秀的 我是要去捐錢的 我需要的是掌聲 你中天記者 你不幫我鼓掌 你還問我這種這麼尖銳的問題 我答不出來 我怎麼可能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站在這麼多記者面前 丟這個臉 我知道把你通罵一頓 他臉根本的 他臉回答都沒有回答 最後我用一分鐘時間批評一下趙宜翔 為什麼我偷笑就是這樣子 邏輯很簡單 因為趙宜翔他有可能會當選 劉才會也有可能會當選 你們當選台北市議員之後 台北市政府的任何的合約 你們都可以看 台北市政府跟所有的單位簽的任何合約 你們是台北市議員你們都可以看 我們市民不見得看得到 但你們一定可以看 對不對 他就沒有保密的問題 因為你是台北市議員 你們也可以成立調閱小組 譬如說大巨蛋的合約 或是什麼合約 你們都可以去把它解密去看 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表面是要罵趙宜翔 其實我在罵蔣萬安 蔣萬安你是立委 為什麼陳時中拿塗黑的合約你看不到 觀眾朋友我現在是講兩件事情 Vincent剛剛講那個什麼藥廠簽約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現在講說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沒有看不到的東西 台北市議員在台北市議會 沒有看不到的東西 這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是立委 立法院的所有的東西 你不能塗黑我一定要看 我是立委我一定看得到 我是台北市議員 我在台北市政府 所有的合約我都要看得到 但是如果是掉在小組的話 我都得簽那個保密條款 所以是陳時中賴皮在先 蔣萬安不會監督在後 什麼叫做塗黑 他塗黑的時候你就要跟他翻臉了 我是立委 我是招委 我是釣業小組招集人 你拿一個塗黑的合約給我看 我早就把合約甩在你臉上了 蔣萬安有這種破例嗎 蔣萬安說他拿塗黑的給我看 你這個討拍嗎 你連立委都不會當你要當台北市長 還要我來教你怎麼當立委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拿塗黑的合約給我看 我抗議啊 我就率39個國民黨立委 在立法院門口絕食啊 你把原本的合約拿給我看 國民黨有這種破例嗎 蔣萬安有這種 沒有 他沒有破例 他哪有破例可言 蔣萬安 黃偉翰最熟了 蔣萬安一點破例跟魅力都沒有 他連監督合約都不會 你要叫他去當台北市長 你們太苛求他了 他連當立委都不及格啦 他是因為掛著國民黨提名 加上他信蔣 不然他現在有這個民調 你也好了 你不要說 好不好 所以請大家 台北市長支持誰呢 你投蔣萬安是錯的 你投陳時中也是錯的 你投黃山山也是錯的 所以你就不要去投票 好不好 那為什麼就去投啊 那投誰 不行啦 這樣我們小機會很慘 這個輝文啊 這個雖然這個真真見血 這個一講到位 當然這個我們實在說實在的 這個 到最後啊 這個蔣萬安啊 應該還是會 稀微 票差 會當選 為什麼 為什麼 藍綠歸對 我就這樣講 而且 也不要忽略了我 我到時候會浮選 是不是 你就要做公益 你要浮選 你到底要幹嘛啦 公益加浮選 我們幫國民黨也是做公益啊 對不對 不然我要幹什麼呢 我 我來想一個解套方法好了 沒有 你不要太生氣 因為 現在韓哥在做公益 那做公益呢 他的這個點亮基金會 據點了 正好就在中山區 在這個附近北路 移左邊 剛好是中山區 就是劉采維跟蔣萬安的本命區 那既然是本命區也是選民的話 那就幫忙去 還要一起活動一下 對不對 劉采維趕快去爭取 好忙就會有了 是是是 那剛剛輝元哥講那個 都具具在理啦 可是我也跟這個輝元哥 還有網友報告一下 去年那個時候 陳時中部長 他要把他吐灰這件事情 國民黨立委是反對的 可是問題是反對無效啊 民意碾壓啊 當時大家覺得說沒辦法 當時 不是現在的陳時中耶 不是現在頭個人在那裡放下的陳時中耶 去年陳時中在英國下嗎 9487 94狂當時他民調94%耶 沒辦法動啦 所以那時候國民黨立委是說 因為國民黨立委就像剛剛你講的 我想Vincent應該也能理解 Vincent你講那個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句啦 就是說 國家利益優先 所以如果說那會影響到我們國家利益的話 當然不可行 可是問題是 國家制度也不能破壞 所以立法委員 尤其是外國委會立委 他應該能看 你不要對社會公佈 對這很 我公開這樣講 那你今天如果你連立法委員都不能看的話 你就表示你逃避監督 這不行 如果立法委員看了以後 他把他拿出去丟給媒體以後 那那個立法委員下次回倒啊 讓他落選 因為他破壞了國家利益 如果也因為這樣 我同意 所以今天應該是這樣 我就覺得說 應該讓這個能夠 因為我們今天是代議制度 就像你要選議員 台北市市民就是把他的權力交給你 以後你可以問市長 你可以質疑市長 可以質疑部會 對不起 部會 局處嘛 財衛也一樣嘛 這叫代議制度嘛 那如果你人民授權給你 而你手上卻沒有權力的話 那你怎麼代表 你怎麼代替人民去監督這個政府 所以其實不把那個合約拿出來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合約簽是這樣 可是不把合約內容 給可以監督的代議制 就是那個立委看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就這麼簡單嘛 那所以去年的時候 衛福部做的還是這個決定 那現在陳時中部長就要承擔 大家就會約於你 你當市長的話 所有台北市公文都封存30年 大家就哈哈對不對 那你所以對陳時中選情來講 就是一個嚴峻 陳時中其實在台北市 我不覺得很看好他能選贏喔 只是他的狀況 台北市都沒有那麼看好了 沒想到基隆 新竹跟桃園 也不太看好 所以民進黨現在就變成把握狀態 但是 縣市長選舉跟總統選舉 又是兩回事 這個只是一個大考而已 學校斷考 模擬考 真正像我跟輝更年代 還要進到聯考啊 我都考全校第一名啊 你市長講就聯考那一天 我肚子痛 考不出來以後 一樣是沒辦法上台大 就是這樣 所以真正的台灣的權力 還是在於總統 就算這一次 那不然我就講嘛 2018年國民黨選了15個縣市啊 現在還是這個狀態 只是調了一個高雄而已 國民黨有什麼事情都能決定嗎 都不能決定 兩岸的事情 疫苗採購的問題 什麼東西 都是由總統決定 所以總統大選 以我們台灣現在的制度來講啊 才是唯一的選舉啊 就縣市長在等一起 錢菜而已啊 變成是這樣啊 所以很多東西制度 還是要去做一些修正的 包括我們的立委 立委因為修成 113席 很多地方都變成是只有 地方其實不會只有一種聲音啊 比如說你想中山大同區 現在是蔣萬安 那那個吳一農 或是其他民進黨的 這些制度怎麼辦 他們要找誰 他們找不到啦 所以以前有一次喔 2008年的時候 連苗栗彰化的民進黨支持者 他要找立委選民服務 他去找余天 因為整個北台灣都沒有民進黨的立委 所以知道找他三重余天 因為整個北台灣都沒有啊 那怎麼辦 那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立法院的那個席次 讓這個立委贏者全拿 那大家就會走偏風 選舉到了以後就會 攻擊對方攻擊的非常兇 為什麼 因為我一定得贏 不贏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檢討一下 那現在像議員那個的選舉 采薇跟那個Vincent 就是努力的大家都很和善啊 那表現出好的一面 而不是一直攻擊對手 因為他是多席次的選舉 會有八席議員 九席議員 大家藍綠都會有議員在 那就不會那麼激烈 我覺得可以檢討一下啦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韋翰 就在韋翰的這個結論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節目就要告一段落了 這非常精彩 一個小時呢讓大家看到 什麼叫做這個討論 真正在討論事情 希望啊台灣的這個選舉 真正能夠走向 提出政見的時候選民願意聽 而不是互相攻擊 你現在有看到所有 只有先市長的所有政見嗎 看不到的 因為只有看到當初這個摩天輪 一杯礦泉水 一碗滷肉飯 高雄發大財 這種喊上去呢 雖然很高空 但是如果你做出來呢 是不是夢想成真 我這邊啊 用我的政見啊 勉勵所有的參選人啊 勇敢的提出政見 然後選後兌現 就好了嘛 就這樣 我是沒有 我是沒時間兌現 我現在做公益啦 我也不甘心 我到最後 我一定會趙輝文這樣 我不做公益 你不甘心 你就出來選啊 不甘心 我才不甘心啊 你不甘心 你出來選沒有用嘛 我國民黨有國民黨的政治 我這敗將之 謝謝 不言有 縣市長登記已經結束了 下次出來選就是選總統 有可能 好不好 謝謝謝謝 謝謝輝文對我一路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我們這個已經 鄉民大會已經上YouTube頻道了 更多更精彩內容在頻道更新 記得上去按下訂閱鍵 還有小鈴鐺這重要了 同時每個禮拜二中午12點準時收看Yahoo的鄉民大會 打開來周圍 謝謝 謝謝 謝謝